委員 下一位請代委員四寶 他說我謝謝他 我們沒有罵這個蘇院長啦 罵那個蘇院長而已 不 我罵那個蘇院長 沒有罵這個蘇院長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 我們看到民進黨在修正版本 提所謂的二十年 都是假 欺騙小威 他講前面的十年 是有關於消防環保水保水利 讓他符合規定 變成準工程證 這個前面十年 講得正正有詞 後面十年是什麼 後面十年叫做 政府強迫讓你 變更地木 這是改善活力 原來農地變成工廠用地 居然要入法 可以這樣子土地嗎 如果真的要做 你改十年就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地方政府 變更地木 不能夠 恐開始做 它可以 simultaneously 而不是 sequentially 它不是序列式的 它可以是同時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非常清楚啊 所以我絕對反對 也不管我們黨能提什麼 要幾年 如果你放十年 我可以考慮 你放了二十年 後面的二十年 就是變更地木 點石成金了 政府 赤裸裸的 為了選舉 為了選票 屠立這些 違規的工廠 各位 我們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第一點 我反對 第二點 我們不是通過一個促轉條例嗎 轉型正立國這大聲 結果轉型正立只針對修理國民黨 不要忘了 轉型正立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五款 寫的 叫做 它適用的範圍是 其他轉型正立的事項 各位 這些佔用 農地 把農地改成工廠的用地 沒有經過認為的法律 違規使用 難道不是不正立嗎 為什麼轉型正立 不把它列入這裡 為什麼不讓土地的不正立 把它扭過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 土地的轉型正立 在民進黨執政裡面 是沒有的 再次的證明 民進黨所推動的促轉條例 只是赤裸裸的政治鬥爭而已 噴到土地 噴到人多 它就轉彎了 這第二點我要提到的 第三點 我們看實際 從民進黨執政5號林 執政到現在 新增的工廠不知道多少 它總共只拆了16家 這代表這個法過了以後 維建會更多 台灣的農地 謝謝大委員 下一位請空委員文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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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